气壮伤和 南宋时有个大臣叫做赵炳 出身贫寒很有才能 21岁就考取功名成功 当时的宰相觉得他很优秀 把他调到都城开封 担任重要的官职 1125年的冬天 金国开始南清 当时的皇帝宋亲宗很害怕 就召集所有的大臣都来商量办法 看看如何才能打败金国 很多胆小怕死的大臣 都赞成通过割让土地的方式 来跟金国讲和 但是赵炳却说 这是我们祖宗留下的土地 怎么可以送给别人 这样的意见是不可取杠 可是宋亲宗是个怕死的皇帝 他投意各让土地来停止战争 当宋亲宗把土地给了金国后 金人却不守信友 继续南下 并且俘虏了宋亲宗和他父亲 就这样被宋王国被金国消灭了 宋亲宗的弟弟叫赵构 他在南京建立了南宋王朝 在建国初时 他任用了好多北宋的大臣 赵炳就是其中一位 并且还当了南宋的宰相 金国继续攻打南宋 赵炳主张要对抗敌人 可是奸臣秦桧却让当时的皇帝宋高宗 去和金国讲和 赵炳和秦桧发生矛盾 秦桧就在皇帝面前经常说他坏话 宋高宗听信了秦桧的谗言 就把赵炳变到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做官 赵炳自此以后生活都非常艰苦 可是秦桧仍旧一直派人监视赵炳 想要赵炳快点死去 赵炳62岁那年自己患了重病 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就告诉自己的儿子 秦桧一定要置我于死地 只有我死了 秦桧才会放过你们 说完让自己的儿子取来一面民间 这是古代可以竖在林前 书写死者姓名和官职的物体 他在上面写 我虽然死了 但是我的气概像高山大河那样存在人间 中华成语小课堂 气壮山河 正读气壮山河 示意形容气壮豪迈可以压倒山河 出处送路由老学安笔记 用法举例 他的演讲气壮山河令人振奋 大打击发了人们的斗志 请不吝点赞